现在有这样的一句话 非常非常的严肃 叫做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啊 正慢慢的被毁掉 那么是谁 是哪些无形的手 慢慢的毁掉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未来呢 红河是这么考虑的 第一 是现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信息舆论的引导 其实啊 很多很多自媒体人 包含了媒体 他真的没有站在年轻人的这种正能量的基础上 来发布或是引导一些信息 他都是什么呢 都是给年轻人许多许多的什么呢 误取 打个比方吧 说提前透支消费是不是一种误取 买吧 花吧 借呗 这些平台的出现 大量的误导了这些年轻人提前消费 他们有什么资格提前消费啊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每个月花我几百块钱 那滴妈得说好好省一省 现在这些大学生 你们凭什么用苹果手机啊 我小妹上大学的时候 施加张传媒学院的时候 我就对她说 我说我们都是普通的家庭 那还是什么 那还是六七年前的事情的 我说我们都是普通家庭 你凭什么就有个单反啊 你凭什么就有一个什么的电脑啊 你凭什么手机比哥的手机还好啊 哥用这个手机能赚钱 你干嘛呢 他感觉到很委屈 他说哥 你看我们寝室那几个姐妹 那个相机比我的好 我的笔记本才是戴耳的 那人家都是苹果的 我这手机也还可以 他感觉很委屈 这些都是社会风气 但说呗 简单一点的话 都是什么 都是社会的舆论引导啊 这些平台的引导 花呗 借呗 消费呗 这些越来越方便 让他们来透支 我就不理解 大学生如何能够什么呢 能够透支几万块钱 咋来的 那都是借的呗 拿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学习证 拿一个身份证就借 以前没有啊 所以这些都是什么 都在毁坏和摧残 我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 你会发现摧散 最狠的还是什么 还是贫困家庭的 农村的孩子 普通家庭的孩子 有钱人家的孩子说 没事吗 花了又花了呗 但普通家庭的孩子 每百块钱啊 那都是父母的血汗 再有媒体的引导创业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你看一看 中国传媒大学啊 中国中关村 创业一条街 互联网产业园 每个地方都有这些东西 你把这帮孩子害的 好好的工作 你不找 脚踏实际的事情 你不做 天天演说之道 路演商业模式 资本之手 你就是一个农村的孩子 你知道什么是资本之手吗 你连你爸的手 你都不了解 资本之手 这些都是媒体的引导 今天 谁谁谁啊 一下子融资了3000万 24岁的大学生 如何能够成为 新三板公司的创业新贵 18岁的孩子也能创业 融资了500万 13岁的孩子 既然创业成功了 创始了一家企业 员工100人 你说这些媒体都是什么呢 都是把那些一万个 无数个创业失败的 上楼的那些事情 你不发 你不发 你非得什么呢 非得从什么 一宗挑出一个 你来引导 这些大学生一看 我也能够行啊 我年轻的也是这样的 我一定相信我呢 是一 我是一万分之一的那个人 我一定认为 我是一个龙 最后我发现 哪是龙啊 我连从都不如 我是一个慈宗龙 慈宗龙什么概念呢 一个水盆里的一条龙 你管个屁用啊 蛤蟆都可以在你脑上蹦 对吧 你还不如从呢 现在这些人就是这样 都是慈宗龙 说你命中犯龙啊 你真是个龙 但是你是慈的你龙 你还不如从呢 那从活的挺好啊 有片叶子就吃了 你说你这慈宗龙 你是干嘛呢 不要鼓吹年轻人的 这些新的思想 也不要让这些年轻人 有一种什么呢 饱和的欲望 一定要认识自己的不足 这才能够对年轻人啊 有所什么呢 有所价值的 现在都把这些年轻人 吹跑偏了 跑偏最终受伤的是什么 最新受伤的就是父母 然后就是这个社会嘛 还有什么呢 还有是现在的年轻人 不学习不尊重知识 不尊重价值啊 甚至什么呢 甚至流失了一种心智啊 这种心智叫敬畏 你不信现在年轻人 他是个员工的时候 他尊重你吗 他不尊重你的吧 他认为这是个很个性 我很屌吗 哎 红贺 你告诉我 这个新三童怎么做的 哎 红贺 什么叫做那个小程序 小编 你就从这些语言的结构上 就看出这么多年的大学 他没有学会尊重这俩字 学会了吗 他不断的强调个性 年轻人要有个性 但永远记者 任何人的个性 都要建立在群体的基础上 群体社交当中 就有一个潜规则 这个潜规则当中 最基本的就是 敬重 尊重 然后才是道德 底线 才是法律 你连下面这三层都没有 他能够遵守道德吗 他能有底线吗 他能够遵守法律吗 是吧 连感恩之心都没有 理所应当的 不给就骂 这些这些都不能够归结于 年轻人身上 年轻人就是一张白纸 谁在这上面图图 谁在这上面乱写乱话 不都是一些社会人吗 最可恨的就是自媒体的 和那些媒体人 为了一点眼球 为了一点流量 到处的来鼓吹 月赚十万 喜提和谐号 你吹压牛逼啊 把这帮大学生整得五迷三道的 媒体也是这样闹 为了一点抢眼球的一些阅读量 这些都在残害大学生 所以作为一个大学生啊 我们更应该什么呢 更应该做好自己的内功 一定什么呢 一定在我们没有走向这个外部世界的时候 先把什么呢 先把我们衣服穿好 里面穿一个保暖 外面穿一个大衣 再穿一个大衣 保护好自己 这个过程叫做什么 叫做心智 不断给自己身上加衣服的过程 叫做心智 心智一定要健全 心智不健全 你真的在这个社会当中 总有一款坑适合你 传销直销诈骗 底心加提成 创业好项目 你想想吧 你想我们这种成年人都会被坑 对吧 还有一些打击谩骂 愣鸡蛋的 造谣声势的 年轻人怎么活呀 年轻人还揣着一些个玻璃心 还对社会当中充满了幻想 我是龙啊 很多很多年轻的孩子 现在18岁到25岁孩子 有亲生 就是自杀的这种倾向的 抑郁的倾向的 这个应该引起警示了 为什么年轻人动不动就说这样的话 大不了老子就如何如何 这是一个非常可 可悲和可怕的一个现象 我是红克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影响相关的事情 针对于这个话题呢 大家可以交流和探讨吧 红克呢也不多说了 有时间的时候关注一下我的直播吧 希望所有所有善良父母家的孩子 都能够平安 都能够有价值 谢谢